我们老师傅又去这个义务修理去了 这个车的那个大叔 那个阿姨 他那个可能控制器坏了 老爸帮换一下 第一次那个人跟我们说了 我们跑20公里 啥样的呀 看看 庐山真面目 哎呀 这包这果呢 他这怎么办两个顺风签啊 对 把那个收拾一下 把那个 那什么收拾一下 那个盖子得打开 对 不大 不大 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 这个跟那个不一样 跟那个不一样 他说了 他他他们也是省开长转了 省开放转了 60a的12伏的24伏自适用的 这可能质量好一点啊 不知道 上市 他这个车呢 是那个充电那个控制器坏了 他还能控制器 然后已经黑平了 所以他们找厂家厂家给寄了一个 大叔也不会装 然后我懒活 我跟老爸帮他装一下 啊 算头 不用算头 螺丝刀头 就螺丝刀头 嗯 哎 你这同款呢 哎呀 哎呦 博士的呀 这个好吧 这电钻 他这都有啊 师傅 给你用好的吧 来 用博士的 还行 不是粉丝 灯打开 哇 这个车不错 上下铺啊 你们四个人可以睡 那下铺 没有下铺这里啊 下铺就一只 箱子啊 三个人呗就是 这都是 六个铺 前面还有两个 前面这个 这是双人的 这是双人的 然后呢 这是两个人的 这是一个人的 卡座还能睡个人 卡座这都有 可以下去 这车睡人睡得多呀 他这是六个人 空间不大 睡人不少 拿那个手电筒给你照上 这是锂电池香 我说锂电池香 你看他这个 你把它调一下 调一下 他现在怎么是夜间形 他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他就是坏了 他现在我怀疑呀 他这上面没电 他一说说有电 我的意思先测测电吧 拿来摆那个表 我的意思是 现在有太阳能 上面涼过了 上面涼过了 上面涼过 我怀疑是 上面到这窟窿的线 他没凉 哦 知道这意思吧 他上面凉了 但上面到这儿的还有线呢呀 嗯 上面没线的电 是吧 那就是控制器是没事的 现在我们发现问题是 这个进线没有电 哦 这没有电的话 就得去上面看看 是吧 拆下来测一下 这里要是没有电 那就是这段接线 那就是这段接线可能出现问题了 那就是这段接线可能出现问题了 那是吧 老师傅说他那测完了没有了 我说我拿我这个 我得测试一下 我这个好简单一点 我这光 我说他有点电呢 就能知道他是 有1.2 1.2 1.2 昨天在那个乐东 有两个人都过了 对 查这个 查上 那个查上 一点没有啊 是吗 是 没电 上面电一点电都没过来 是不是现在太阳灯 跟鼠地牙都不先了 那也不会 有一点他就会有 到前两个都有 不是说 车点上量下去 这我上去吧 这个 来拿一下 师傅 你不得到我上 你不得当个小工的 你能搞笑 这玩意儿 行行 我上可以吧 我连把都不用把 我能上你行不行 哎呀 又去上山容易下山难呢 出了几百呀 八百呀 一块是两百哈 四块八百呗 总店在这 这个啊 那块有 我看看啊 他这哪块能下去 这有两个 一进一出 我妈妈总线在这里 我上的电梯 拆缓 我这都是转的 一进一出 我先量量这看 有没有 哦 他没量哪 他量的是这三个 他没有标 这里他量不了 他拿的又标啊 那个人也是拿的标 这个是 哦 哎 他就量那光伏板的 啊 专 怎么 专用设备 这个不是量电的 这质量太能板 按道理这个 这个有显示 没有电 啊 为啥 接错了 可能 我现在接错了 接错了 我看 我可能是我接错了 哎呀 我看看啊 这样就好了 有电 他当时量量者这个 他说都有电 所以说坏液了 就是地下 地下坏了 39瓦啊 现在遮挡路里 差不多600 有39瓦 所以正常 正不正常 凑合吧 因为你现在树荫挡的呢 他现在的树荫 这都挡的呢 这里的就证明 这边过来是有的 我老爸也上了 现在呢 是这两根线 是有电的 这两根线 过来 这两根线 反过来是没电的 所以现在测试 这块有没有电 反正我把它干掉就好了 哎呦 5.66瓦啊 现在盖住了 都有电 浮呢 浮也对 16伏 哪里 你说这里坏了 那就是这里出来有电 那这里出来为啥没电呢 嗯 这里出来为啥没电呢 你这里坏了 你这里坏了 这里过来应该有电吧 我现在我看看 嗯 好 多少伏都行 现在有电吗 对啊 是指这块板 这块板有 这过来 但这两个 就是这块板有电 你 你现在啥也不用说了 嗯 我现在 我下几天一两就有电 就算没毛病 完了 回来 我再给你找这个毛病 好 那我下去 我下几两好了 你没事 因为测试一下 太阳灯板是有电的 然后下面是没电的 那跟我最初的判断是一样的 就怀疑它这个是从太阳灯板出来 然后到下面这个线 可能有问题 那首先在上面我们找到街头了 所以把那个街头打开 看看是不是那个街头有问题了 然后那个街头没问题的话 就要从上面那个街头一直往下找 看看它下来这根线有没有街头中间啊 会不会断掉 哎 它就这块短路了 你看 等一下 有了 它咋才三瓦呢 师傅 你那个那六块没连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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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 又没了 好了 找到原因了 哎 这找到原因就好 你知道吧 就这块就这块短路了 没有错 接上吧 老师傅 行 批喇呀 在我的英明指导下 你还可以 哈哈哈哈 好用 哎 都亮着吗 来 按一下 它现在这车是在树芯底下 你看 通了吧 39瓦 你开出去这600 800 至少得有150瓦左右 你这个 你现在就是整那边去 这一样充电 但充电量 不行 这太少了 你去那边能充至少150 200 你在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几十瓦 嗯 你没有 它一会开了海边是来的 充电瓦瓦的 没有问题 消完水 消烤是吗 有 嗯 没事没事 走了师傅 回家 谢谢了 哎呀 谢谢啥 为人民服务 哈哈哈 然后那个 现在大叔那个车 已经给他修好了 啊 然后修完了呢 也分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那个车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他这个短路 他整个上面的接线 他应该是都是对叉的接 用太阳能光复板专业对叉 对吧 然后他那是有两个四个叉 就是两对吧应该是两对吧 应该是对叉是两个 呃 像三通那路叉还应该有两个 三叉也 然后他这个就是因为 都高 都省事了 哎 都是这么接的 然后拿线接的 然后拿线这么接上完了之后 又没点焊锡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也没那个就是用防水胶带 啊 胶带是那种一般的胶带 布的 这是布的 布机胶带 以前那种老式的 防电工胶带布的 然后的布防水 然后可能水进去了 也锈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 腐蚀了 也腐蚀 然后他那个线也细 线我感觉挺细的 而且下去的线还不是光复板专用线 是吧 嗯 下去的线是电缆 太细了 我感觉 细电缆 然后能达到四平方的电缆都达不到 嗯 就这个意思 然后多种 就反正是多方面嘛 就是导致了他那个短路 查起来特别的税实 那个线已经烧断了 大约都有七八公分 都已经这么长都断了 没有了里头 都是灰 对 这是腐蚀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也没有这个专用的接头 这能够再给它重新接上 啊 还是我们也没有防水胶带 是吧 这个只能说它暂时能用 然后呢 最后还是要找一个 现在这个电弓胶带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这个胶带都是属于防水 打使那个是过去那种电弓胶带布的 可能不太防水啊 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临时给它接上来 因为这毕竟条件有限 然后它这边可能到时候 临时先用用 到时候还是要重新 那个线换一下 我们建议那个线是换掉 然后下面用那个专业的光红板接头 是吧 对 好一点啊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老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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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